民国96年3月25号 当年桃源龟山乡内三个消防分队 联合举办清明防火消防宣导 针对山林救火救灾进行演练 而当时除了实地演练外 更邀请在地学通透过彩绘 画出正确的消防观念 达到寓教娱乐的目的 当年消防分队表示 由于龟山乡内拥有众多的山林地形 以及三个公墓区 因此特别联合在地三个消防分队 针对公墓和山区的地形 加强山林救火救灾演练 提升抢救效率 另外也藉由与在地学生们的彩绘合作 从小扎根并深化正确的消防观念 让学生可以回去跟亲朋好友分享 进一步达到清明防火演练的目的 就总和报道